李渊源 湖南农业大学的土壤学教授 所谓神土的事 传得沸沸扬扬 为了弄清真相 他专程来到了洪宁村 还别说 刚到树上 他就发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东西 你看 这个树长得这么高 颜色这么绿 是不是 有的还发紫 李教授仔细观察了沿途的植物 他发现不仅这里的植物 长得非同寻常 就连动物也很有特点 这里的动物也和其他人不同 其他的动物有些就是不健康 这里的牛 那个毛 好光好光 好漂亮的 油光油光 这里的黑山羊长得特别漂亮 简单说吧 通过对这些特殊植物和动物的观察 李教授初步推断出了这里土的特点 它的硅含量很高 二氧化硅 它的甲岸含量很高 本来湖南是缺甲的 一般来说 一般的湖南突然 红岸是缺甲的 叫做酸受粘板汗 但是在这些地方的突然不缺甲 这里的植被的长得很好 特别是去那个森林景观特别好 你看富贵的指示植物 竹子找得很好 按李教授的说法 这个村子的土确实与众不同 应该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硅和蒙 而这些东西对人体是非有利 可问题是 这也不能当药 那你老少都这么吃土 它总归不是个事 还是得把所谓的神土成分 给它弄明白了 来到了村民平时取土的地方 李教授取了一些土样 在现场就做了简单的检测 当看到检测结果的时候 李教授也有些惊讶 我们当时就怀疑了 这个土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简单的换验 简单的换验 它的土量的这个PH值 就比较高一点 它里面流出来的水也是微碱性的 咱们都知道 一般来说 健康的身体是弱碱性的 细菌很难在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这里的村民一直喝 用这种土泡的水 某种程度上说 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 可保健并不等于质变 再说前面提到的戴大嫂 把囊肿没了 病也没了 那真是吃神土吃好的吗 记者一琢磨 不行 李教授他终归是农业专家 他肯定解释不了这个 干脆咱们把戴大嫂 带到专业的医疗机构 去听听医生怎么说 刚来到医院戴大嫂还很不适应 没准他心里还嘀咕呢 咱都是健康的人了 上上下下做这些检查干啥呀 简单的外护观察和手处检查之后 医生发现戴大嫂的甲状腺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最后戴大嫂又被带到了必超市 在医气的帮助下 医生更清晰地看到了戴大嫂的甲状腺 这话不知道大伙听明白了没有 感情这戴大嫂的甲状腺囊肿 压根就没有痊愈 更谈不上消失 而是由一个大的囊肿 变成了一些小的囊肿 再说白点吧 就是那个大囊肿破了 被压成一个一个的小碎块了 这是我们开台床的小碎块了 高兴肿结尴肿 所以我们就戴上下了 看我的小碎块了 我把小碎块了 每次都不上解了 击有什么的小碎块 所以我们不上去 看这会很久不上 这一条碎块了